各位华专连的朋友们 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们 大家晚上好 华盛顿地区华人专业人士 中秋联欢晚会 现在开始 又到中秋了 中秋节呢 是我们中国人思乡的日子 也是我们好朋友们 欢聚一堂的时候 是的 咱们中国呀 有很多的传统节日 但是中秋节是和家欢乐的日子 哎 胡鸿大哥 我想问问您呀 您在美国多少年了 十年不久 也就三十年吧 三十年还不久 我可才来这六年呢 哎 这三十年 三十个中秋 您是怎么过的呀 一般就待在家里面 或者呢出去给人 主持一下中秋晚会 看来您果然是知名主持人了 独带异乡 唯一课 每逢佳节 背思亲 这六年啊 每个中秋 我总还是会想起家人 想起爸爸妈妈 不过呢 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有这么多朋友们在一起 欣赏 欣赏精彩的节目 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高兴 是的 我们今天呢 受到了很多很多 各方面的支持 首先我们 受到了我们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高兴的 受到了很多 华盛顿地区各大11天呢 他们的领导和朋友代表 都来到了我们现场 那么就要 由我和胡黄大哥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 首先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国大使馆参赞 兼总领事 阮平先生及夫人 马里兰州退伍军人办公厅 厅长周英烈先生 Mr. Cho 前劳工部 财务总监 莫天成先生及夫人 中国大使馆参赞兼副总领事 张毅先生 中国大使馆 乔务组长 沈昂先生 中国大使馆 领事部一等秘书 庄元苑先生 中国大使馆 秘书孟访先生 华盛顿同乡会 联合会会长 何如意先生 大专业校联合会会长 何修竹先生 张修竹先生 不要跳松 大专业校联合会 前会长 夏祥波先生 实验中文学校 理事长 王耀辉先生 同乡会联合会 前会长何晓慧 大华府两岸实事论坛 总召集人 台湾同乡会联合会 前会长潘凌荣 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现场 我第一看到的是我们华章联的新任会长张丽丽女士 这个我们先掌声 祝贺他一下 我们在很多很多年前就跟他熟悉了 在很多的这个各大的活动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熟悉而又美丽的声音 因为他是每一次的这个总召集人或者是组委会的领导 今天我们呢在这里不但要祝贺他新任会长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他的任期当中为我们华章联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把我们华章联办的活活活活 有声有色好不好 好的那么下面就请张丽丽女士上台致辞 大家掌声欢迎 刚才主持人可能忘记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雷雷女士 中间的阳餐 中间的阳餐及大事馆的各位领导 中间的周英烈先生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代表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美国人一度的华专联联谊日 同时也是我们大华国华人中秋联合大联欢的盛会 在华人的传统节日中 中秋节是欢庆丰收的节日 也是合家团圆 八九一月的慶之时 月是互相远 人是互相亲 我们虽然生活在大洋彼岸 但祖国的山山水水 曾经普遇了我们 互相的一场一幕 依然十分可亲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广大华侨华人 无时无刻 不在关注着我们祖国的发展和变化 对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日新月异的变化 深港自豪 尤其是我们华专联大多数团体 都与祖国有着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专业协会的联合团体 各团体在对中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中 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并利用自身的特点 长期以来 本周为社区服务的终止 地族社区 为侨胞提供不同层面的专业服务 我们的传统品牌 华盛顿政坛系列讲座 即将开讲 将在每个月举办一到两次 讲座内容将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将会不断利用自身的优势 继续团结和服务社区 弘扬中华文化 加强与祖国的沟通和交流 更好地发挥中美民间交流的扭带作用 我相信明天充满希望 明天也会更美好 最后 我暂时祝愿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中秋愉快 合家幸福 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中国中国美国大使馆的 卵评参战 总领事卵评参战的为我们讲话 大家掌声欢迎 尊敬的张力丽会长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首先代表中国驻美国使馆 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祝大家中秋快乐 我们驻美使馆 主要的工作之一呢 就是为侨胞服务 我们在工作中呢 得到了各界侨胞侨性的支持 其中包括我们在华府地区的这个华专联各位朋友的支持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节兴之日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度中秋 非常高兴我们带了一些月饼 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尝到一口 能够感觉到我们对华专联 朋友要团聚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度中秋 在深处一锅擦香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希望今天的晚会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感谢软餐 我相信大家呢也都品尝到来自大使馆的月饼的味道 那是来自家乡的味道 下面呢就有请周英聂先生 退伍金人办公厅厅长周英聂先生致辞 谢谢大家 校 rowland mr. chain mr. ye greetings to all of you i bring you greetings from governor o'malley and lieutenant governor brown i'm delighted to be her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oon festival You know, even though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grandfather came in 1880, every year we celebrated Moon Festival in our household. So it is very dear to me. But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with this organization that supports the community. And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we celebrate it here in this location, in this venue. Because this is the venue that will take care of our elders. And all of us have been taught since we were children that we must honor and respect our elders. And this facility will prolong and continue that respect and honor. So I wish you a great Moon Festival. I'm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ally serving you. Thank you. 好,我們現在有請康道國際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總裁,美國聯邦政府勞工部副部長及財務總長,莫天成先生為我們講話。 Good evening.My name is Sam Mark.My wife, Nancy Mark, sitting there, was born in Shanghai, raised in Taiwan.So she's a typical報導姑娘. So what happened is, we've been married about 40-some odd years.I did not speak Mandarin until I married her.So I learned my Mandarin from her. So for the last 40 years, I've been practicing my Mandarin.But she always reminds me that there's a saying in China,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普通話。 As a Cantonese,so I think I'll stay with English tonight.Council General Ren,Mrs. Ren,President Zhang Lili,Sakuri Chao,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onight to share this event with you.I alway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o what I've been explaining to my non-Chinese friends about the August Moon Festival is, This is the Chinese Thanksgiving.We spend time with our family.We eat good food.We eat moon cake.So today at noon time we invite a bunch of non-Chinese friends.We had a Chinese moon cake.We want to cut some Chinese moon cake.So we want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with you.The reason why I mention this is, Tonight I look out here and see many friends.Today is about family.Not all of us can be without family because events we are in control.But we have this big family here.And President Zhang Lili and this organization made this possible.So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for doing such a great job.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s we enjoy the good food.I think we,I'm sure somebody will thank the sponsors.But I hope next year,I've been coming to a couple events for a long time.It gets better and better.So it's a really great honor for me.I just hope in the future, next year, when we do this again,you will invite some non-Chinese guests.Becaus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hare with them this very good Chinese culture.So he will invite some non-Chinese guests. Happy中秋節 to you all.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我站在這裏好激動啊 我站在這裏好激動啊 非常的感謝我們的美麗的會長 張麗玲 那個女神對我 其實我們相識20年了 應該是好姐妹好朋友 今天你剛才沒有介紹我 我確實有點尷尬 但是我覺得這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 我覺得用我們的實力 和用我們的 未來告訴大家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 或者在我們的社區 真正的能做些什麼 我呢 我的名字叫雷雷 其實大家 在座的老朋友新朋友 應該都認識我了 我想 我是一個合格的好媽媽 我能把我們的下一代 教育成華裔的精英 這就是我可以對大家分享的 同時在這個中秋節加季呢 我能和新老朋友 歡聚一堂 感謝我們新任會長 張麗玲女士 謝謝你 然後呢 也預祝我們大家在 呃 年年年歲歲的中秋節 都能歡聚一堂 合家歡樂 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雷雷 好 現在我們請華盛頓同鄉會聯合會會 會長何如意介紹 謝謝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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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感謝雷雷會長 感謝我們華專聯 提供了這麼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團聚的一個機會給我們大家 其次呢 我也想代表我們家園中心 代表我們華盛頓中美文化交流中心 歡迎大家來到這裡 家園呢就是我們社區的家 歡迎大家以後常常來家裡看一看 最後呢祝愿大家中秋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雷雷會長 大家也看到 雷雷會長今天非常辛苦 在這裡調製我們的音響設備 我希望大家要帶給他一些掌聲好嗎 好的 那麼下面有請大專聯會長 楊修竹先生致詞 尊敬的張立立會長 楊三總理事 和所有今天在這裡的嘉賓 以及華專聯的工作人員 我代表這個大專聯的 向你們今天晚上辦的活動 表示祝福 華專聯和大專聯是兄弟團體 我們一起在一塊合作 做了很多的這個社區的這個活動 但是今天是我在美國出獲的 最熱鬧的一個中秋節 真的是感謝這個 你的這個領導能力 為華專聯做一個 為華人社區辦一個這麼好的活動 我想很多人在吃到大專聯帶來的月比的同時 能夠感受到家鄉濃濃的愛意 和這個 祖國人民濃濃的愛意 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一個很好的中秋晚會 同時我也代表這個大專聯對這個晚會 表示祝賀 希望我們將來做大專聯和華專聯有更多的合作 我只剩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楊慧 好 現在我們請 美中實驗中文學校理事長王耀輝先生講話 張立立會長 各位嘉賓 大家好 首先我們應該感謝張立立會長和華專聯的所有的義工們 因為他們給我們創造這樣一個機會 我們依據在美國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很思念我們的家人 但是我們只有在今天這個環境下 無論我們有自己的小家 還是我們單身 我們都在今天這個場合 我們能環境在一起共度這個佳節 所以我們應該感謝張立立女士和華專聯 要我們給她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代表美中實驗學校 也預祝華專聯 會晤繁 繁榮 剛才張立立女士講 我們不僅要散 這個不僅要度過今天晚上這個美好的一個中秋的晚會 我們還要散月 俗話說 八月十五雲之日 正月十五雪打燈 看來呢今天沒有雲 所以這個今天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夜晚 當我們晚會結束以後 我們一起來邀約 在這裡祝祝大家 中秋佳節快樂 月圓 家圓 人也圓 謝謝 謝謝 感謝王楊輝先生 下面呢我們邀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吳秋輝先生跟我們致詞 邀請 道爾吳慧秋先生 對不起 張立立會長 楊總 和各位朋友們 我沒有什麼準備 但是呢我想表達我一個 忠心的 一個是忠心的感謝 對張立立女士以及 華張連的各位同仁共同的努力 辦成這麼一個好的晚會 第二個呢就是說 送上我們一份祝福吧 祝大家 中秋愉快 團團圓圓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總召集人 台灣同鄉會聯誼會前會長 潘玲瓏女士講話 張立立華專聯張立立會長 尊敬的軟餐總領事和各位使館領導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玲瓏 首先呢我要恭喜張立立女士當選華專聯會長 我和立立呢是多年的好朋友 立立在這個橋界是 是為熱心的 啊 啊 啊 平常呢 平常呢也特別的熱心助人 我今天非常感謝 啊 他的邀請 來到啊 今天這個 非常溫馨的 這麼一個參會 在這呢 我見到了許多好朋友 和新朋友 我內心真的非常開心的 啊 啊 我相信 啊 進華專聯在張立立會長的代理下 活動會越辦越好 越辦越成功 那麼 在這呢 我也要感謝 張立立會長 啊 和所有的工作人員 為這次活動付出的辛勞和工作 在這呢 我也祝福大家 在中秋節 圓圓滿滿 和家歡樂 中秋節快樂